这样就从资格赛的6.0变成了6.2 但是完成分受一些影响 好 目前我们来看看已经结束了比赛的情况 现在第一的依然是邓叔弟 肖若腾第四 最后我们看到的就位是 山东队的转体小能手苏伟德 1260前720 亮点来了 看这一串 剑子180 直体前空翻 108 这种连接是很罕见的 后900 前900 第一的连接 这是很大的一种难度 后团两周 720 它的飞机桥比较少人做 算是一个亮点吧 但不是难度很大的那种 就是高御脚军撑 停留两秒 后500次前3006 结束穿 靠一下零发 苏伟德结束 他是一个很擅长转体的运动员 他的难度有6.5 是要比邓叔弟高0.2的 所以画面一直在贴他 山东队的自由操是很强的 从之前的张成龙到这次 这次山东队在资格赛团体总资里面 他们的自由操是全场最高 排名第一 像刚才苏伟德这一套动作呀 他的10个最高难度里面 在D以上的有7个 其中转体就占了6个 你想想他的转体有多强 一个F 两个E 三个D 他呢 就是飞机桥动作难度一般 其实也没有差太多 他是一个B 人家就是C啊 D啊 就差那么一点 所以叫他 转体小能手 他的身材比例呀 他的肌肉走向是纤细修长型的 所以他完成转体动作很漂亮 他个子也很高 一直在切邓叔弟 他们两个难度分是有0.2的区别的 完成 刚才苏伟德完成的也确实不错 所以这是他的最大的对手 不过对手越强大 胜利越伟大 苏伟德 大家对他可能印象不是很深 他的这段编排可能在下一个周期啊 规则改了以后呢 就不是特别的能够占优势 但是他在规则改之前 那么如果手抚 我觉得一直在转体 你以后 asa个最后